最近大伙都在忙着置办年货 海鲜指定少不了啊 那现在这海鲜的价格怎么样 哪个品种卖得最好呢 在沈阳塔湾海鲜批发市场 市场里各类的海鲜让人眼花缭乱 商户们也挺忙碌 买了生蚝 大概是奇怪 它论个儿 不论自己卖 论个儿卖 我是买了点虾 买了点鱼 那今天那个虾 鱼的这个价格 我感觉挺合理的 对 而且感觉是挺适合我们 就是跟平时是一样的 记者看到市场里 鱼类和虾类卖得都非常好 市民们表示虽然到年底了 但海鲜的价格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海鲜年前暂时还没变化 一般就小糊涂 去年价格今年差不多 今年180 去年也差不多少 因为冬天基本下就是贵 到夏天肯定是贵的 除了种类繁多的海鲜以外 各类海鲜礼盒也是一大亮点 记者随即走访了几家商户 商户们表示 最近冷鲜和礼盒的销量都很好 这纸虾呀龙虾刀鱼啥都卖得好 一般反正就是老百姓常买的 然后就是这种礼盒啊 河跳墙啥的卖的都行 反正今年比往年卖得好多了 据商户们介绍相对于鲜活水产品 冷冻海鲜和礼盒的价格也相对稳定 因为本身冻品就是价格比较稳定 然后咱们就是说白了也是一个就是保利多销了 因为年底再一个就是说的我们也就是过年这一天 然后再往前就是说的抽点货款啥的 就是基本上建立就种 价格的话就是这两天嘛稍微偏高点 跟往年也没有什么太大变化 因为咱们属于像咱们动货啥 基本上没有变化 因为咱们都储存到库里了 因为就是老百姓嘛一般都得到后期 最后的时候才来买 然后咱们的货已经备的都挺充足的了 和其他的生鲜不同 由于海鲜类的产品保质期较短 大家普遍都是年根再来囤货 由于快过年的原因 一些市场的营业时间也较之前有所延长 有的一直营业到春节当天 今年发现我们到就是除夕上午10点 今年不是没30吗 就29上午10点 过年的时候能到5点吧 就是快将近过年的时候到5点 到这个上午年前的话 咱们最晚能能够到啥时候 最晚就5点5点半 嗯 上后我们说了 大部分海鲜的价格目前都是比较稳定的 年前呢多少会有点上涨 喜欢这口的不妨早一点出手